内地生、杰尘们、女士们、先生们 海外的粉丝们,你们好 我还是那个热爱生活 对未来充满憧憬 也热爱唱歌的小珍 今天还是一样 首先要感谢一下小徐兄弟的正义相助 谢谢他为小珍发布这个视频 然后也谢谢小徐帮我传递了这些消息 很感谢他 说句真心话 我退出YouTube的最后一个视频 大家都有看过 我说了是我的个人原因 退出YouTube 不再接受捐款 也不再发视频 我没有在视频当中去提及任何人的不对 以及任何人 做了什么 是不是 但是别的人就不行 非要 踩着我小珍过河 非要弄个是非 非要一个劲的抹黑我 我真不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 到底 你动机是什么 而且你发的那些视频 我都看过了 真的 你都不着编吗 哪一个视频着编呢 我想问你 我还没有把 算了 都不说了 我都还没有把你所作所为公布到网上去 已经是很对得起你了 说你真心话呀 你还一个劲的抹黑我 真的 因为最近有些粉丝发短信 告诉小珍说 别人还在抹黑你 说怎么怎么样 说某些事情 我看了之后 真的觉得很 很没有一个 道德程度 真的 说句真心话 然后 我今天就说 一点点 一点点 在小徐这个视频里面 说一点点 关于我自己 跟一位粉丝们之间的一个问题 我就说一点点 不说太多 有一位粉丝捐赠了一千家园 也就是折合人民币 五千块钱给小珍 她说 希望能帮助到花花 这位粉丝 这位粉丝 我跟她还有微信在联系 我告诉了 为什么 我没有把花花给买下来 我告诉了她 她非常的理解 后来我跟她沟通了 在后续 我们会为花花建设 可能一个房子 把这个钱用在花花的身上 我跟这位粉丝 还有沟通 但是这个 帮我发视频 这个Jason 他真的 人品思想上有问题 他给我发微信 叫我把钱退了 人家捐款人都没有说退 为什么我要退 你在想什么 你心里面 还有你今天发这个视频 说什么五千块钱 不能把花花买下吗 我真的 我觉得你真的 帮我发了这么久的视频 我不知道你是在想什么 我以前我在视频当中 也说过了 是不是 五千 可以买下花花呀 干嘛不可以 那主人开心的不得了啊 五千块钱买一只狗狗啊 他怎么不 怎么买不了呢 可以啊 肯定可以的 那买下来以后 这五千块钱 主人是开心的不得了了 花花我也接回来了 那么下一只狗酸在那里 你要拿多少钱去买 又拿五千 我曾经问过这个主人 我说你把花花卖给我吧 但是我没提多少钱 他说他不卖 他儿子不肯 因为这个花花啊 是他们家修房子的时候 别人送给他的 修房子的时候送给他了 这种房子平平安安的盖起来 代表着这个狗送给他是带有一定的运气的 他不卖 但是你说五千块钱能不能买 他可以买的 干嘛不可以买 那又不是你出的钱 是不是 你只会在那里诋毁我 是不是 如果你敢在网上表个态 五千块钱 我把花花买下来 下一只狗 如果再一只栓在那个树下面 这五千 这一万 如果是你出 我马上去把花花接回来 别在那里装着衣服很正义的样子 我曾经在视频当中讲过很多次了 知道吗 为什么没把花花救下来 花花是一个很坚强 为很多狗狗而活着的一只花花 知不知道 别在那里用那些小伎娘来抹黑我 你抹黑不了的 知道吗 就你越说越离谱 这个女人 真的 是不是 不是你出的钱 你当然无所谓了 五千 你有这个本事 你就来呀 五千一万的转过来 我就去买 是不是 我马上买下来 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 那女人是不是说了这个意思 然后我自己创建了一个YouTube的账号 她的名称叫记录频繁生活小针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名称打在这个屏幕上面 我会在我自己的YouTube频道里面 把我跟这位 之前发视频的这位杰森 把账务问题了结清楚 还有一些私人问题 了结清楚 因为这个是在小徐的YouTube里面 真的很不方便 不能去影响到小徐 也不能影响到小徐的粉丝们 给它带来的负面影响 负面影响 所以很感谢小徐了 鼎力相助 然后因为 在海外发视频的话 它需要一个楼梯 一个楼梯才可以发视频 没有这个楼梯的话 发视频真的特别的慢 我也尝试着发过一个两个 发一个视频都要两三个小时 真的很慢 所以也请粉丝们多多忍耐 多多忍耐包含 情况就是这样子的了 也许我把这个交代完以后 我还是会离开的 离开这个YouTube 因为我不喜欢这种 喧闹的世界 喜欢安静的 平凡的生活 咱们学佛的人 讲句真心话 你想要度别人 那么先要学会自度 你把自己度好了以后 才可以去度别人 别人才会相信你 是不是 所以真的 此心此景 我真的是想迎私一手了 我的私隐又犯了 不迎私一手 都难以平复心中的心情 今天气氛 有点怪 黑我的人 他还在 扭曲四十 他罪行 人送外号 伟德信 这首诗送给他 真的 从创建YouTube到现在 这些视频都是他在发 所有的评论都是他在评论 我真不明白 你这两天发的这些视频 我真的 你从我发视频到走到今天 都是你见证过来的 我所在视频当中所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是 可以说都是耳熟能详了 为什么还会发出一个视频来 说什么 我都不想在这个里面说了 粉丝们 不想说了 真的 我不想说了 因为这个是小徐的YouTube 真的 不太方便去说一些 太不道德的话 不说了 然后 我想给粉丝们交代的是 曾经我也说过一句话 直到现在 我还是会说 是什么话 粉丝们对我的帮助 对我的捐款 其实我没有必要去向你们交代 这些捐款的用处 用在哪里 真的没有太大的必要 我只知道的是 我向你们交代的就是 这些毛孩子们在小征家园里面 健健康康的 平平安安的 就是我对你们最好的一个交代 毛孩子们健康了 身体好了 就是我小征对粉丝们的期盼的捐助 最好的交代了 也是这些毛孩子们对我小征最好的回报了 至于其他的 我就不方便在小徐这个直播间里面去 这个YouTube上面去说了 关于自己的一些账务问题 还有他在我以前那个频道里面 一个劲地抹黑我这些视频 我会在我的这个YouTube账号里面 去告诉大家 因为我不想影响到小徐 这个粉丝里面的情绪 不能这样子做 只是小徐为了正义帮我发这个视频 我很感激他 真的很感激他 所以话我就说这么多了 但最后一句 你永远是压不到 一个正义感十足的小征的 你永远是压不到 你也搬不到 也别想踩着我小征 过河 你过不了 真的你过不了 不是我说 真的你过不了 我不是自大 也不是骄傲 也别说我什么 拿了多少多少捐款 怎么怎么样 没花在狗狗身上 这些都不是你想要知道的 你想知道的事情 都是那些 扭曲事实 给粉丝们去玩那些文字游戏 想一度的抵 一度的抹黑我 但是你不可能的 你放心 我还没有出手 你放心 我出手 你真的连脸面都没有了 如果我是你的话 真的连脸面都不会有了 你不相信 你就等着瞧 我小征最近比较忙 要种地 要干农活 所以 所以一直也没有 叫小徐帮忙发视频 也不想麻烦小徐 但是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忍不了了 早上给小徐说了一下 小徐说可以 我才叫小徐帮忙的 情况 就是这样子的 好了 粉丝们 我把我的油管账号公布在上面 但是以后更新视频肯定会比较慢 因为这个楼梯不好弄 不好弄 好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感谢所有粉丝们 对小徐的信任 也不会让大家 也不会让粉丝们对我的信任 失望的 你放心 我小徐绝对是一个正义感的人 不会让他 这么容易得逞 请放心 谢谢大家